看娱乐八卦 砍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2000年 翁红接受媒体访谈 谈起往日与谷天乐的恩怨 忍不住落泪 96年的一天 翁红刚踏进剧组化妆间 迎接她的是谷天乐的破口大骂 现在几点呀 你给我坐在那里别动 我现在就坐在这里 看着你化妆 翁红一边听着谷天乐的辱骂 一边哭着化妆 整个过程持续了20分钟 这段爆料成为港媒攻击谷天乐的素材 某香港娱乐周刊在《寻情记》拍摄期间就是重提 将翁红之前访谈的内容添油加醋 报道是谷天乐追求翁红未遂才粗口闹他 结果众多艺人纷纷站出来发表评论 一边倒地支持谷天乐 搞得翁红处境尴尬 这段故事只是翁红当初窘境的一小段缩影 翁红出生于书香门第 祖父是清末汉阳编工厂设计师 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 和父亲均在清华大学执教过 后来时局动乱 全家移居到香港生活 而翁红是翁家的小女儿 是家里唯一一个在香港出生的孩子 从小父母就对翁红管教极严 希望他可以好好读书 未来能继承自己的一波 但翁红至于不在此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艺术家 13岁时 翁红追求梦想离家出走 独自一人乘坐火车北上 寄居在北京亲戚家学习民族舞 父母宁不过她的执扭 承诺她回到香港以后可以继续追梦 随后翁红进入演艺学院学习舞蹈 跟离姿是同班同学 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18岁时 翁红因为长期训练 过度疲劳 腰肌出现劳损 无法再继续跳舞 1989年 翁红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 报名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美比赛 母亲开玩笑地跟她说 如果拿不到冠军 就别回家来见我 年轻的翁红眸如秋水 宛若出水芙蓉 轻松晋级决赛 总决赛当晚 翁红别出心裁 其他选手都是穿着比基尼 而她却身穿连体泳衣上场 与她同台竞争的 还有现在耳熟能详的香港演员 万奇文 吴永威等 神仙打架的年代 翁红仍然能够脱颖而出 拿到那一年亚姐的冠军 还摘得了最佳礼仪和最佳上镜奖 比赛结束后 她顺利签约亚士成为其旗下艺人 正式进入演艺圈 选美总冠军出道 翁红得到了亚士的力捧 不过亚士根据她的形象 给她的定位规划是玉女 走的是小清新的路线 然而形象明明很贴合 而且合作的也都是香港成名的艺人 但几年下来 她在演艺圈上依然不温不火 出道及巅峰 这时候同是1989年 亚洲小姐选美出身的万启文 已经弯道超车了 第一部作品警匪篇 大提琴与点三八 直接拿到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还和剧中男主吕颂贤 在现实里甜甜蜜蜜地谈起了恋爱 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后边的《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系列 更是凭着马晓菱这个角色 再闯高峰成就经典 眼看着当年选美输给自己的女星 竟然比自己火了 向来个性独立又倔强 一点也不服输的翁红 大概也是有点急了 她开始反思 是否是自己育女的形象 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恰好当时同为亚姐出身的叶玉清 靠着拍摄另类影片 剑走偏锋火遍湘江 看着成功的前辈 翁红动了心 同制片人见编剧南燕 林领南合作 首次拍摄了大尺度电影 效果确实不错 一时之间 香港人都记住了翁红这个名字 可是对于当初看着她 一路走过来的粉丝 确实不能接受 心目中可远观 不可泄完烟的玉女 怎么能拍这种电影呢 粉丝不买账 她的家人也不能接受 与此同时 玉女形象崩塌 某慈善机构 撤了她副会长的职位 不过即使如此 她也没有选择妥协 仍然坚持拍摄这一类的作品 很快又一部影片上线了 她搭档圈内风月片 名声最好的徐锦江 这部片子除了女主角的片酬稍高以外 其他的大支出基本上很少 可是拍得非常成功 获得一千三百多万的票房 稳赚不赔 或许是这甜头太过甜了 诱惑力太大 收获成功之后 她并没有及时收手 穿上衣服重新挽回形象 而是继续再接再厉 和王晶合作了同类片 酷刑和奇案 事实证明她赌对了 这两部片子收获了四千万的票房 成为连续几年的票房之冠 她也因此稳坐九十年代 风月片女神的地位 大红大紫 并将事业发展到了海外 同样以这种初位作品出名的 日本杂志公司看中了她 主动发来邀约 邀请她去拍摄杂志 歌后邓丽君的唱片经纪公司 也向她抛来了橄榄枝 某珠宝要上市 作为代言人的股东 她也能分一杯羹 可事业正当好的时候 她却恋爱了 她去日本短暂发展时 公司总裁破田正脊 看上了她 并且对人展开猛烈的追求 为了赢得翁红的芳心 甚至还特意从日本 飞来香港陪她过年 在这种公式下 翁红沦陷了 没有考虑太多 就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 但她跟破田正脊的感情 并不被父母接受 甚至是强烈反对 先是不听劝阻 拍摄风月片 已经让翁红的父母难以接受 现在又要嫁给日本男人 家庭关系完全陷入僵局 翁红沦禁止家里所有人 再跟翁红联系 几乎是要断绝妇女关系 家中情况如此糟糕 外部环境也不乐观 作为某珠宝集团的股东之一 在公司准备上市 忙得不可开交之时 她却在日本谈恋爱 为此 集团董事会开会 一致决定将她踢了出去 然而翁红 岂会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 她因为被踢出董事会的事 和曾经邀请她 让她成为股东的好友 杨宝玲生气 姐妹交恶 然后不顾反对 同破田政绩订了婚 后来翁红又转战到 内地影视圈发展 逐渐摆脱了艳星的标签 这时候 另一个男人出现在了 她的生命旅程里 那就是古天乐 当时刚红不久的古天乐 同她合作青工具 乾隆大帝 一个是上岸的女神 一个是当红小生 粉丝不乐意了 觉得翁红这样 可配不上古天乐 可是翁红却爆料说 古天乐追过自己 但自己书香门第 对方只是个小混混 家境一般 配不上自己 这么一出后 本来该是好聚好散的剧中CP 交恶了二十多年 而她和破田政绩的感情 也慢慢出现了裂痕 二零零二年 破田政绩被爆出 欠了大量的外债 于是 这一段只差临门一脚 就修成正果的爱情掰了 告别破田政绩后 没有多久 约摸一年左右 她就有了新恋情 男方是美国大西洋 赌城的CEO 名字叫做吴伟杰 两人恋爱了 并且很快结婚了 不过升级豪门阔态的 翁红过得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在翁红怀孕期间 她在外边捏花惹草 还对翁红使用冷暴力 后来更有甚者 出轨韩国模特之后 2005年圣诞节当天晚上 吴伟杰将翁红赶出了 二人在美国的住所 这一场豪门婚姻 最终以翁红净身出户而结束 以为终于迎来幸福 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翁红大为受伤 消沉了非常久 甚至一度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直到她遇到了刘冠婷 刘冠婷比她小三岁 她出生在台湾 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去美国定居 2005年 翁红被扫地出门 刘冠婷来到上海 并开了一家健康咨询公司 2006年 翁红38岁 她的朋友帮她在上海的酒吧庆生 当天有个朋友带了个男伴过来 就是刘冠婷 男方也不介意她的那些过往 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刘冠婷是真心实意对翁红 想跟她好好过日子的 因而在确定关系 没几个月 她就将结婚计划提上了日程 仅仅四个月 翁红就闪婚了 翁红很快同她去了美国 两人在那里注册 成为了合法夫妻 同年10月生下了她们爱情结晶小水晶 这时的翁红已经39岁了 在生下孩子之后 她将生活的重心从事业慢慢转到了家庭上 做着一个贤妻良母 可惜身体的条件不允许她们再要第二个孩子 因而也只有小水晶一个女儿 不过这并不影响她们夫妻的感情 2012年孩子四五岁时 刘冠婷在翁红生日当天为她补办了婚礼 两个人经常一起参加公益活动 渐渐淡出银瓶的翁红 仿佛在婚姻里找到了新的自己 她的社交平台上 大部分分享的都是丈夫和孩子生活的点滴 言语间是肉眼可见的温馨幸福 母亲节前转眼已经长成小大人的女儿 还懂事地祝福其母亲节快乐 晒出的合影中 已经54岁的翁红看上去仿若二十几岁的少女 名谋好齿 娇娇生辉 同15岁的女儿相比完全不输 婚姻的形态是否幸福 从一个家里女主人的状态便能够看得出来 翁红这一次是真的嫁对了人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